影史上面 像小小兵這樣子的 就是本來他只是主角 配角 旁邊的配角或綠葉 但最後卻爆紅的 變成有他自己的作品的 其實也不少對不對 印象中現在最先想到的 邪貓劍客 對啊 史惟克第二集出現 安東尼奧班的拉斯佩的 邪貓劍客 身為一個電影的重度成癮者 我們家唯一的一張電影海報 就是邪貓劍客啊 竟然是邪貓劍客 因為阿德是非常喜愛 貓的一位女性 他真的太可愛了 超Q 他那個眼睛這樣子 而且他第一集的時候 史惟客第一集他沒有出現 他都在第二集的時候出現 就是全球賣最好的史惟客2 賣了9億美金票房 然後邪貓劍客 我記得他2004年 第一次在史惟客出現 但是他個人的傳記 是在2011年出現 他的票房很好 五億多 全球五億多美元 打敗了史惟客第一集 在全球的這個票房 他非常有魅力 首集票房四億八千四百四十萬 欸這是史惟客第一集 對啊在史惟客的時候 第二集 邪貓劍客出現了 結果票房變成9億 9億美元 可是其實這 這可以講一下為什麼啊 因為畢竟史惟客第一集 確實口碑是相當好 而且當年拿下奧斯卡 第一次最佳動畫 講的最佳影片喔 而且畢竟是續集 他在行銷宣傳上 他的廣度是增加許多的 所以大家期待度更高 加上他又出現這隻 可愛的邪貓劍客 我覺得一個角色他到底紅成怎樣 你就可以看他個人的影片 究竟有多無聊 但是點閱率 卻有這麼的高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給大家看這一段 真的是我覺得是 影史上最無聊的一段花絮了吧 走開 那個哏是我等一下想用的 快用掉了 難不及啦 主持人來不及啊 這個剛才大家看到這一段 貓咪喝牛奶的 其實它總長呢 大概是剛剛看到的三倍多 三十倍 沒有 改變任何的動作 他就是一直在喝牛奶 點閱率還這麼高啊 就一直看 一次看 一直不斷地重播 重看 好可愛 你不覺得嗎 貓咪做什麼行為 都很可愛 這個 貓咪喝東西更可愛 對啊 而且那個邪貓劍客 第四集 快樂四神仙 十月克四的時候 他也發胖更好笑 而且邪貓劍客 碰到敵人的時候 都會裝可愛 那是他最經典的 對啊 很厲害 把眼睛放大就贏了 他眼睛就是有一個 眼睛裡有一座銀河 對 其實在冰原力血境當中 屬奎特 也是你知道 他算是鼠類嗎 他算是 他的名字叫屬奎特 或許有些人看到 一般這樣的生物 會有點擔心 害怕 沒想到 那個冰原力血境的屬奎特 就紅成這樣 對啊 他甚至 可以算是一條支線 他完全 比如說你在看冰原力血境 二的時候 你可以看他旁邊那些 長毛巷啊 劍池虎啊 他們是單獨一條故事 可是屬奎特就單獨一條故事 可是大家只要看屬奎特 那條單獨故事都很開心 而且也沒有連結 可是我記得 他就是追那顆果汁啊 我記得屬奎特一開始 他不是電影裡面的角色啊 他其實是預告片裡面出現的角色 對 或是預告 對 或是DVD裡面有收錄一些屬奎特 都是因為他紅了之後 特別為了他做了一些短片 而且他這些短片屬奎特為主持 還入圍奧斯卡耶 入圍奧斯卡這條短片 我覺得超荒謬的啊 然後全世界都很擔心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吃到他的那一顆食物 到現在還吃不到對不對 已經十三年的時間了耶 就是吃不到才好笑 而且那一顆松果 還可以影響整個全世界的地圖 冰河都融化啊 那個板塊分離 就是因為那一顆松果 超級好笑 但是你記得他有聲音嗎 他是沒有講話嗎 也沒有 也是幕後人的配音 就像小小兵一曲同工之妙 就那種聲音 那那怪聲音也是他們 導演配 幕後人配的 配的這樣 我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奇怪聲音啊 好可愛好可愛 那這個松果跟屬奎特 或許有些人現在 還是非常少念他 你知道他要上太空了嗎 音樂力前進 你說他屬奎特要上太空 服司要發下一季五集喔 下一集要上太空去了 我相信屬奎特也有戲分了 太誇張了 屬奎特到銀河追那個松果 對 超辛苦的 哇 趕快看一下 這隻非常厲害的屬奎特 OK Check it out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問的 這個是瑪達加斯加的暴走企鵝 他們也是紅過主角 算 對啊 沒有想別的事情算了 沒有啦 就原本那四隻動物 從紐約的動物園流浪出去之後 然後接下來一路上的冒險故事 因為這四隻 他們後來遇到這四隻企鵝嘛 那四隻到底是 這四隻企鵝實在太好笑了 他們裡面還有那是 我覺得最好笑是那是涼快 涼快 那幾隻他們有各自的名字嘛 Kawaii 涼快 然後隊長 那些企鵝都做了一些很笨的動作 他們只要什麼敬禮 還會吐舌頭 還會眼睛會鬥雞眼 就是那些很奇怪的表情 跟非常逗趣 而且他們製成一格 他們可以跟故事完全沒有相關 他們可以自己發展自己的一條故事線 所以後來才出現暴走企鵝 馬達加斯加暴走企鵝是系列的第四集 今年賀歲片 哇 完全搶走主角 班乃迪克坑伯敗區 就是以模仿遊戲入圍本屆 奧斯卡的男主角 他是配另外一隻那個 算是那個一頭狼吧 一頭狼 當然有很多時間 在肝鵝的生物學習 我完整了我的狐狸 我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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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有說過一個狼前 OK 我還捼得 你ализ Victor exemplo 了小兇 你 你是